近日中国南方多地发生暴雨或大暴雨 局部地区遭受特大暴雨袭击 给多地的居民生产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 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 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DN的记者常世聪 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洪涝灾害的灾情如何 进入6月中旬以来 中国南方多地包括浙江 江西 安徽 广西等多个省份 遭受了暴雨侵袭 其中广东和福建省出现了特大暴雨灾害 6月16日 广东梅州多地出现了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 其中平远县四水镇24小时的降水 达到了369.3毫米 全市多地受灾严重 截至17日 平远县多处发生山洪山体滑坡 造成5人死亡 15人失联 13人受困 自9日以来 福建省共有南平 龙岩 福州 泉州等6个市县 31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89个战次 截至17日20时 此轮强降雨已经造成福建省52.37万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达到了32.4千公顷 直接晶体损失达到了56.54亿元 针对严重灾情 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 对防汛抗旱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 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 广东 福建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北方部分地区汉情发展迅速 南涝北汉的特征明显 习近平要求 要全力应对灾情 前方百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17日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针对福建广东两省的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根据两省的暴雨洪涝灾情和救灾的工作需要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紧急调拨了1万件家庭应急包 全力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和救助工作 而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中东部及北方大部地区 气温较常年偏高 那么高温日数也偏多 6月17日白天的新疆南的南疆盆地和东部 内蒙古的西北部 京津冀山东西北部等多地的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 局部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 北京和北山东都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由超过15个国家级的气象站 日最高气温突破了建战以来的历史极致 中国人力社会保障部表示 用人单位应该在合理安排务者 在高温天气下的户外工作时间 尽量避开空热的时间段作业 适当增加务者的休息时间和转换班次 向符合条件的务者发放高温天气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